今天大年初五天气回暖了 加上各地出游还有北返的车潮都涌现 一大早国道5号罗东交流道前就大排长龙了 高宫局预估国武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 可能会一路塞到跨越的凌晨2点 拥塞的时段长达有17个小时 高宫局就分析了长天数的假期 民众会习惯要提前北返 因此在今天初五的北上交通量 预计会比收假日来得多 建议民众不赶时间的话 可以初七出发在北返 就可以避开拥塞的车潮 车辆大排长龙 归宿前进 脚椎逆测车道 全是要开往罗东交流道 国道5号体现北返车潮 一早就堵在交流道前 高宫局预估 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 可能会一路塞到跨越的凌晨2点 拥塞时段长达17小时 国武的部分在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 在早上9点后就会有车流涌现 国武的用户人可多利用台9线北宜公路 至于西部国道国以北向 西罗道普沿系统南屯道后里北上车多 尤其苗栗到湖口 可能要到深夜才会疏解 而国三北向也有四个地雷路段 其中大山到香山 预估可能会一路拥塞到深夜12点 依据过往的经验 在连下的后面即将收假的日子 相较于今天北返今天风日比较少 所以本局建议如果可以的话 建议北返的用户人可以考虑在初七出八再上路 趁着假期进入尾声 出游北返的一路况 避免把时间浪费在塞车堵车上 记者送报道